各位同学好 那欢迎呢 今天来收听我们高见公职团队 在11月份的实施式议题的部分 那这一个月呢 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单元 我们之前在讲过任何的实施议题 都是有关于台湾的新闻 台湾的新政策 那我们今天呢 想要带大家来看看 国外的案例是长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们其实知道说 现在无论是三等考试 无论是研究所考试 很重视的都是你知道的 越多知识越好 那甚至是你要想出更多更多元的 一些的解决方案 才能够在这些的考试科目里面 拿到更漂亮的分数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去 介绍一个案例 这个是在全世界里面 交通安全的模范生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瑞典的交通安全的政策 那无论是对于警察考试的三等研究所 或者是二级的交通工程与管制 或者是交通警察学的同学 都会有一些的帮助 好首先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瑞典这个国家 以及它的道路安全的背景 那瑞典我们知道它是在北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那其中它的人口其实相对于台湾来讲少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服务员面积非常的辽阔 那它有非常非常进步的这个公共卫生 或者是交通环境都好 OK 都是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国家 那在整个道路安全的背景的部分呢 其实在瑞典的议会 在2009年其实很早之前 就批准了我们的道路安全的具体设施方案 而且他们明确定出来 像在今年2020年公路事故的受伤率 要比2007年降低一半以上 重伤率要降低25%以上 那当然呢 其实在这么久以前 去制定未来的目标 一直以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到了说 它到2007年或者2017年 其实它只达到了这个13%的目标 所以我们就 他们就扎这个目标 在2009年去做修正 那变成是2020年的死亡人数 不得超过220人 那其实就世界上来说呢 目前瑞典它是世界上 这个交通事故死亡率最低的国家 那其实尽管呢 瑞典的交通量稳步的上升 但是道路死亡的人数持续下降 代表的是他们的道路安全 确实在这个 一些措施上面 有一定的成效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那瑞典跟台湾它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 到底差多少 那因为人口不一样 土地的面积幅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标准化的单位 叫做每百万人口的交通死亡人数 我们看到每百万人口里面呢 瑞典只有28个死亡 那台湾呢 这有124个 那这两个国家 可以说差距4倍以上 OK那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包含在交通的使用习惯上面 包含在车辆的密度上面 包含在机车的使用上面 其实两个国家的习惯都不一样 那但是呢 其实瑞典很多很多的这个政策 确实是值得我们来去做参考的 那我们就来举一下 有哪些政策可以提供台湾来去做捷径 那首先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交通工程里面 三个会构成事故的要件 叫做人车路 对不对 人车路 那其中的90%都是因为人所产生的 那既然都是人所产生的 我们的工程上面的目标 其实除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外 就是要减少人为疏失的产生 或者是即使发生的人为疏失 也不会产生严重的事故 所以第一个它的理念就是建构在 人都会发生错误 那所以我们的交通工程 应该努力的是去保护人体 免受错误后所造成的结果 那在这个安全体系当中呢 所有的关键措施 它为的都是要保护谁 保护人的安全 包含建设安全的道路 加强道路交通的执法 改善车辆的标准 加强急救的服务 或者是做这个加强教育 跟讯息交换的部分 那过往呢 我们的工作重心呢 是在防止伤亡跟事故的发生 那但是其实这件事情要做到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你只要一犯错 你多少会有一些的碰撞 那瑞典呢 就改变了它的想法 认为说其实碰撞倒不是一个 这个最严重的原因嘛 对不对 我们常说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问题 OK所以我们其实目标是要把它摆在是重伤事故的发生 所以他们就把工作的重心从防止伤亡事故的发生 变成防止重伤事故的发生 OK这个是它整体理念上面的改变 那在实际上面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用了一种叫做二加一的道路 你可以看到左边那个图 它是从这个daily scanning裡面去做一个摘取的 它是在这个依照式路头 它引进了中间为来二加一的道路 那其中呢一个方向是双车道 另外一个方向是单车道 但是它不是我们一般台湾所见的那种偏重式车道 它是为了要去帮这个车辆减速来去做使用的 所以它中间呢是用所谓的弹性绳所隔开 一个道路之后呢 两个方向的车道数再做一些的更换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那张图 从这个右边来的车辆 一开始它是单线道 那到中间的时候它转换成双线道 下面那边呢 则是从单线道也是一样 往右走的时候转变成双线道 那在所谓的线道数量改变的过程里面 它就可以有助于保证车辆的减速 那切用减速一来 我们就可以减少重伤或者是死亡车祸的发生 好接下来第二个部分 它还对于这个各种的这个道路交通的情形 建立了一个零死亡的愿景建议 因为其实在每一种的最大数线上面呢 它对于车辆的安全性 对于行人的安全性都可能会有所影响 像是第一个 像是行人跟车辆可能发生冲突的定点 我们就定为时速30公里 那车辆可能发生冲突的路口呢 我们就把时速定成50公里 那如果今天是车辆可能正面撞击的道路 那代表的是两边我们可能都有车辆车体的做一个安全的保护 所以我们的时速就到70公里 那如果车辆呢 不会发生正面跟侧面撞击的道路呢 代表的是说 它的安全性原则来讲是很高的 那一般来讲可能只发生追撞 那我们在这个动能的这个理论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说 如果是前后车的追撞 基本上它的能量的这个产生会比较低一些 OK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时速就带到了100公里 这个是对于每一种的道路跟每一种的交通类型 它去做最大速限的调控 那在这个速限之下呢 原则上它对于道路的安全都比较不容易产生重伤或是死亡 好接下来呢 第三个部分是对于车辆的安全跟其他配胎体系的部分 那安全带呢 其实无论在台湾也好 在世界各国也好 它都证明是一个有效的安全措施 所以呢我们提升系安全带系统是车内非常有效的设备 那在这个有设备提示的系统的新车之中呢 安全带的使用率在瑞典接近了百分之百 而装备的安全带提示系统的汽车 能够获得更高的安全等级 那另外呢 台湾刚开始做嘛 对不对 这个叫做车辆酒精锁的措施 那这个其实很早在瑞典的SAB车厂就已经做出来了 那所以呢 此外为了普及这样子的一个酒精锁的装置 现在瑞典它不只是要让车辆装酒精锁 它想要的是研发低成本的酒精锁的配备 到所有的车辆当中 所以这样子一来可以更有效的去确保所有人避免酒驾行为的发生 这个是整个它走在世界前头的一个酒精锁政策 好 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呢 是其实我们台湾也吵了很久的时间 就是骑自行车要带安全帽这件事情 那在瑞典的部分呢 则是从儿童跟青少年开始做起 他就说了 为能够这个更加的保护好自行车的骑士 瑞典从2005年开始就通过立法 规定年龄呢 在15以下的这个儿童或是青少年 骑车都必须要佩戴头盔 那这个规定呢 让很多人养成了习惯 即使他过了15岁之后 仍然会继续佩戴这样子的一个安全帽的措施 这个就是从小养成习惯 那到来之后 其实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去选择戴头盔 这个是第三个部分 对于自行车的部分 好 那最后一个呢 那其实现在也是很夯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物流越来越发达 对不对 在疫情的发展之下 其实货运的数量可以说是越来越多 商机也越来越怕大 那其实瑞典很早以来就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他自03王的愿景实施以来呢 瑞典的交通管理局呢 他对于货运业 他提出了更高的安全标准 所有的采购 还有自身的承担货运业务的民间公司 还有组织呢 都必须要对于运输 带给环境 还有道路安全造成的影响来去负一些的责任 而这些的公司和组织的车辆使用 也相对应呢 去提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那另外呢 因为很多的事故 是驾驶者在上班开车时 因为上班大家都很犹豫 大家心情都不好 所以他会受到心情 或者是起床的时候 精神还不好的影响 产生多重的压力 而间接产生了造势责任 那因此呢 在交通管理部门呢 正在研究将道路安全 考虑纳入公司工作环境的评估体系 那另外呢 要强调雇主在道路安全中 应该要负起所谓的经济社会责任 OK 那除了像在台湾 目前我们做的所谓的惩罚性赔偿之外呢 甚至我们可能需要这个压着这些业者 去提供一些更加安全的 比方说车辆的设施啊 比方说这个路旁的设施等等 负起积极的社会责任 OK 好那这个就是整个 在瑞典几个比较重要的交通政策 那可以提供我们未来来去做一些的参考 那在练习题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一些的概念 把它纳进来 像刚刚的2加1车道 那当然我们知道进到台湾之后 一定会有一些随途不服的现象 所以其实你要面临的挑战 就是我们怎么样子 去把这种所谓的2加1车道 或者是前面讲的这些的政策概念 纳到台湾的交通政策来 你说2加1车道 在台湾的所有地点都适用吗 当然不是 对不对 瑞典有它的特性 它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密集度 相对于台湾没有那么高 人口也没有那么高 车辆数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可能在配置2加1车道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说 是不是应该要这个布设在一些乡下的地方 让这些乡下的地方也能够同样的保留交通安全 这个是我们带到台湾之后要去考量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练习题就是讲说 托时呢 它是我国重要的交通目标 那是书名有哪些创新的作为 可以供未来道路安全来去做看考 那这是带给大家练习 那如果你有报名我们高见公职的话 我们提供了完整的生论批凯服务 老师可以帮你看一下 哪个地方做得不好 哪个地方需要再去做调整 这个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给班内生来去做这个练习的 OK那最后呢 如果有相关考试资讯呢 就可以上到我们高见公职的网站来去做这个查询 那这是我们这个月的实施议题 谢谢